品牌對企業是非常重要 品牌對企業是非常重要 品牌等於是企業的靈魂 品牌等於是企業的靈魂 你跟別人對話的時候呢 你有品牌的時候 別人會比較 對你的印象度會比較高 你做很棒的東西的時候 但是別人不知道你是哪裡來的 你沒有一個brand的一個image的話 是非常可惜 在所有的商場上 在這個 在伯仲之間的時候呢 產品可能可以很相同 但是品牌就會勝出 因為它提供的這些 給大家的image的效果 還有品牌的這種想法跟實力 是完全不太相同的 所以每一個企業都應該要有 這個品牌的這種思維 怎樣把你的企業的品牌 給打造起來 可能是一個brand 當然是個企業的精神 要貫注在品牌裡面 讓消費者更加能夠連結到消費者 對於這個品牌的認知 創造消費者的感動 跟機制的服務的時候呢 消費者對於這個品牌 就會有很棒的這種忠誠度 所以品牌 對企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達到品牌呢 挑戰一定是非常多 因為你自己經營的品牌 你一定是前無未有的經驗 去經營這個品牌 因為每一個品牌的發展 都是獨特的DNA 你達到品牌不會跟別人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你要自己創造這些品牌的過程中呢 它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可能 別人覺得你這個品牌 那個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但是你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呢 你就要想辦法去跨越 或去超越 所以在品牌的過程中呢 困難 不斷的會來 它不會停 但是你我也不斷的跨越 不斷越過這個牆的時候呢 你品牌才能夠有更堅強的這種 技術跟堡壘來看 所以 品牌沒有挑戰 就不叫品牌 我覺得參加品牌計畫的最大的收穫呢 就是你會找到你正確的教練 在品牌的發展過程中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棒的教練 來領導你 減少你這些失誤的時候 因為你在整個的 在發展過程中的時候呢 可能有很大的盲點 你想練跑步 結果你 教你人是會游泳的人 你走的路就會錯啊 所以一定要找到正確的 懂你的這個教練呢 帶領你走到正確的路 但是教練只能帶到你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二十的更高的level的話 要自己有辦法去內化之後去創造 所以 人生的教練很重要 那 來參加品牌計畫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你 找一個正確的教練 來領導你的時候 然後這些可以開始 然後 館長發生的時候 你有很強的那個 內化能力的時候呢 你的 激發的開創能力就會更強 但是如果你不懂的話 那 你的摸索期會非常的長 那就非常可惜 所以 歡迎來參加這個品牌計畫 這非常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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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